里长透过学习交流将好的经验带回促进各里的进步 在新北市里长服务协会理事长也是系纸长 请里长陈建新的带领之下 来自系纸的里长们到金山区的六谷里内进行参访 透过影法活动体验户外观摩与经验交流 这环伴手礼让里长们都满在经验而归 金山区是我的故乡 那研究上我希望说城市跟乡村有什么不同 大家互相演习 对每个里长求精进 对里面服务也会比较好一点 原来是因为陈建新里长的家乡就在金山 希望有机会可以到金山与里长交流 也因为系纸偏向都会区与金山乡村的背景不太相同 因此也期待透过双方不同的特色 能够碰撞出不同的经验洗手 我非常感谢他们来这边主导 其实来这边的话 这些里长都是我的前辈 因为我讲过 因为每个地方的主扩宽环境不一样 互相成长 我是感谢他们的经验承受给我 我是简单 把我里列一些环境布置做一个介绍 在六谷里活动中心前 就是由里长与志工们一起活化的闲置土地 六谷里长带领来自细致的里长走过一圈 并且品尝金山在地种植的莲花 制作而成的莲花洞 让细致的里长们感受金山特有的人文风情 与来自土壤的温度 记得平函 金山采访报道 好的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